开镜时见到一对情侣 走入一间电讯服务型扮商的专门店 女主角被入口旁边的一张 关于5G服务的海报级忍住 女主角上前看,然后说 女主角随即进入虚拟世界 背景分别有云端 GPS定位,无线网络 以及5G手机的图案出现 象征女主角幻想自己享受5G服务 表现着弱 这个时候,男旁白说 女主角听到声音,马上望向左边 男主角也进入了以黑板为背景的虚拟世界 男主角好生动地介绍黑板上 选用5G服务的主题 黑板然后变成全萤幕 男主角的手用粉笔写上标题 五大衰G G字跟着被拆走 即刻变为G字 标题五大衰G就显示在画面上 男旁白说 登记5G服务计划前 五大衰G不可不知 画面见黑板左上角 用粉笔写上标题 五大衰G 中间就写了第一个衰G 一、比较各型扮商的服务计划 以及月费、合约期、数据用量上限、服务覆盖、有没有数据共享、原额滚存的图文 男主角将右手放在眼前 扮用望远镜四围张望搜查 男旁白说 首先,比较各型扮商的服务计划 画面显示第二个衰G的相关文字 二、高容量、低容量、以及相关图像 包括视像会议、听音乐、看影片、看电视、文件分享、上网、话音通话等 男旁白说 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的用量计划 接着,男女主角在黑板前面介绍第三个衰G 三、用量超出上限的安排 限速、买额外数据用量 男旁白说 三、数据用量超出上限怎么算? 会限速,一定要买额外数据用量? 画面离开虚异世界 返回现实世界中的电信服务型版商专门店 画面出现四个动画 男女主角在5G手机陈列架旁选5G手机 假上的手机画面显示有5G两字的动画 男旁白说 四、使用可支援本地5G服务的5G手机 画面出现5个动画 电讯公司职员向男女主角微笑点头 将合约递上 男女主角对望并点头微笑表示清楚 男旁白说 还有,要清楚服务条款才好签约啊 最后画面在黑板上出现标语 选用5G服务 紧记五大催枝 通讯事务管理局的标志 5G专题网站的网址 www.5g.gov.hk 5G